来看一场校园特别的音乐饗宴 在社母医院院长陈永新的赞助下 台湾弦乐团今天来到了东山大庆国小演出 让优美的乐生可以进入校园内 孩子们都相当享受其中 尤其学校的陶笛社 今天在没有事先彩排的情况之下 跟乐团即兴来合奏相当厉害 一走进校园远远就可以听到 有氧的乐生正在校园里回到 缺人们更是安静地聆听美妙的旋律 多时还跟着耳熟能详的电影卡通节奏 摆动的肢体嘴角还微微地上扬 我们其实上下半场是不一样的 上半场基本上还是都是古典音乐 传统的古典音乐 只是说我们会挑小孩子 比较能够接受的古典音乐 那在演奏的过程中 我们会做一些基本音乐尝试的讲解 那当然不能 因为我知道古典音乐要欣赏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那所以下半场呢 基本上是放台湾民谣 或者是他们比较熟的卡通歌曲 让他们有一个比较轻松的 这种舒适的感觉 现在孩子是比较少有机会 能够接触到这样子正式的一个 乐团的演出的欣赏 那这边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台湾旋乐团 以及沈永新医师的一个赞助 让孩子们有机会能够近距离的 那让这样子一个专业的演出 能够走进校园 那对我们孩子的一个 平顺时文艺上面的一个学习 能够再加深加广非常的帮助 台湾旋乐团原小孩音乐道领计划 这次受到圣母医院院长陈永新的邀请 指定来到东三乡的大靖国校 为偏乡的孩子来演出 用声音走进孩子的心中 以听觉来开启新视野 那主要的目的是在弥补这个 艺术教育的城乡的差距 那今天到这个大靖国校嘛 对那这是因为那个 罗东圣母医院的陈永新院长 他指定说要到这个大靖国校来 所以我们到这边来了 喜欢吗 喜欢 希望他们再来吗 希望 好 大靖国校的陈迪队 也在没有事先安排的情况之下 和乐团来即兴演奏 共同留下美好的乐章 英文新的记载来下 接下来采访报告